節目最後我們再請三位 為我們推薦一下 除了金牌特務之外 還有我們有必看的電影 我上禮拜看了南韓片 李宗碩跟張東建言的VIP 跟大家說那片非常之有趣 而且它其實是有結合 韓國跟美國跟北韓之間的 政治關係 而且你知道嗎 李宗碩演得超變態 超想 超想真的 我跟你講 看過這個片的觀眾 你都很想這樣給他丟死 是喔 真的 李宗碩這麼帥的人 你都想打死他 都想打死他 這麼嚴重 文字哥呢 我想介紹兩部動畫片 因為有位動畫導演叫湯淺正銘 他很多年有一部片叫心靈遊戲 當年打敗了宮崎駿的作品 他隔了多年之後 一次一年一次推出兩部片 一個叫做仁玉露之歌 一個叫做春宵苦短少女前進吧 非常有趣的一個導演 然後他故事天馬行空 你就無法想像他的故事的走向 一定要去看 很厲害喔 好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